根据风潮岛的剧情来看 清智是卧底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了 他的一系列行为也貌似和卧底没有任何关联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黑团成员与卡普的战斗当中 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浑水摸鱼的工作态度 但唯独清智本人死死纠缠着卡普死活不让对方逃跑 最初卡普一拳打爆建筑物登陆风潮岛之时 各比本人已经抱着大铁球跑了过来 这时候其他黑团成员基本上都是按兵不动的状态 只有清智一个人冒了出来并且开始阻止卡普 紧接着两人PK几回合后清智被一拳打传到地底后 其他黑团成员也开始亮相 圣湖埃尔朗被卡普一拳打入到了海底当中 而后果阵亡依旧是按兵不动的状态 宇之西流也在待机当中 大铁球中吐了一个火球后人眼溜走 看到没人阻拦后卡普本人也准备撤退了 这时候只要清智装作晕了过去的话 卡普带着不下一集他的爱图科比逃跑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但是奇怪的是清智又一次爬起来开始阻止起来了卡普 最终吸引到卡普的注意力后 科比的迷惑操作最终使得卡普白白挨了一刀 紧接着宇之西流被卡普揍了一拳后 其他黑团成员们貌似又开始浑水摸鱼了 圣湖埃尔朗处于带地状态 宇之西流貌似也按兵不动了 二战王刺势把攻击的目标换成了卡普的船只 而后大酒洞早就已经不知道躲在哪个角落开始喝酒了 这时候又是清智一个人跑了过来 他对着受伤的卡普脑袋上又重重来了一拳 但是不给他师父一点喘息的机会 最终两人全都对拼完毕后 清智本人也躺在了地上 此时此刻清智装作云过去的话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奇怪的是他又一次爬了起来 似乎不让他的师父逃跑离开风潮倒 最终他本人挨了一拳后又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镜头一转卡普就已经败北了 根据其他黑团成员基本上都是无伤的状态 且卡普身上也貌似没有受到其他黑团成员的攻击来看 清智最后挨了一拳后很有可能又爬了起来 最终冰冻住他的师父后其他黑团成员这才围了过来 最终总结概括一下的话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就是卡普来到风潮倒后 清智第一时间站出来开始阻止他师父 来了一拳后迅速仰窝起座继续阻止他师父 在师父挨了一刀后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 继续对着师父的脑袋重重来了一拳 紧接着被师父打发后 又迅速仰窝起座继续爬起来阻止师父 又一次被师父打发后 又一次仰窝起座爬起来冰冻住了师父 如果说其他黑团成员们的态度是能阻止阻止 阻止不了的话拉倒 那么清智的态度就是 今天离卡普能从风潮倒逃出去的话 我就不幸福 由此可见清智的行为确实和卧底没有多大关联了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清智之所以这么卖力 他其实是为了换取黑胡子的信任 但是根据黑团成员们都是妖宫球场的态度来看 不管清智打他师父卡普是多么的卖力 其他成员们都是不会在黑胡子面前多发他一句的 探讨而阵王本人连碰都没有碰到卡普一项 但他就已经放出豪言壮志说自己灭了卡普 由此可见黑团成员们貌似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因此当黑胡子本人回到风潮倒后 其他黑团成员们不可能会夸赞库赞 当着黑胡子的面说库赞他老勇猛了 这次能拿下海军英雄卡普全靠了他等等 另外即使其他黑团成员会计清智美言几句 但清智拿自己的师父也依旧换取不了黑胡子的信任 因为当初黑胡子招募清智的时候就明确告诉他了 黑胡子认为海贼的话只要厉害关系是一致的就可以 不要以为他邀请谁就是信任谁 他邀请的那些推进层的囚犯也是一样的 黑胡子根本就不信任他们 只是大伙的目标都是罗杰留下的大逆方 不然这群人这才因为厉害关系一致而选择合作 因此在黑胡子面前表忠心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 拿自己的师父来换取黑胡子的信任 无疑也是一种最为愚蠢的行为 如果说清智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被刺黑胡子 显然他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 因为根据清智回忆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实力来看 他顺秒大酒桶欧阵王和圣湖埃尔郎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秒杀料至三位黑团成员后 清智联合上课皮以及人称小科比的卡普后 三人打一个与之吸流貌似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紧接着等到和罗PK完的黑胡子回到风潮倒后 海军方面随便来几个增援就可以另外和灭掉黑胡子 如果说清智最终的目的是帮世界政府拿回大秘宝 那么他打他师父如此卖力的话也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因为即使他没有帮黑胡子拿下卡普的话 黑胡子依旧也是不会开除他的 因此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 虚假的卧底清智 第一个跑出来阻止卡普 来了一拳后就是不肯装睡晕过去 在卡普受伤的第一时间冲出来进行读刀 连续仰窝喜座拼了命也要阻止师父 完全不给师父逃跑和喘息的机会 势必要把自己的师父卡普留在风潮倒 真正能卧底大酒桶 开局先放一些狠话 光说不做给卡普创造逃跑的机会 吐了一个火球后继续开忧 为卡普创造逃跑机会的同时 还顺便帮助海军消灭了一些海贼小喽啰 在卡普受伤之时迅速离开战场 方便卡普恢复元气的同时 还顺便给其喘息的机会 在卡普抱锤队友恶阵王和克比表现高光之时 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喝酒给海军喘息的机会 最终等到虚假的卧底亲自拿下卡普后 真正的卧底这才赶到了现场 并且在第一时间查看了卡普受伤的情况 好了本期的胡扯内容就是这些 我是阿金我们下期再见